大家好 又到大仙五間駕路的時間 市仍然走著上落市波幅的走勢 由1月底33,400開始下跌到29,100 然後彈上來31,800再試下去29,900 現在反彈 形成了一個奇形的走勢 波幅區間就會慢慢收窄 所以如果以這樣的形態量度的話 大致上這次反彈 我自己看的市場在31,000至31,000左右 應該是短期的頂部 之後又可能回套到30,400 直到延伸到一些消息層面 基本因素各方面又出現了一個方向性的指引之後 才會出現突破性的走勢 而很大機會在大約3月21日左右 聯絕局議席 騰訊業席 加上兩會閉幕等等 不過在這個過程中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港匯轉藥的因素 金管局總裁陳德林昨天出了一篇文 探討到近期港匯脾藥的因素 其實他的意思是落於看到港匯脾藥 就算去到7.85% 藥方保證也不是問題 重點就是這句 就是說這樣會幫助到港式進行一個正常化 什麼叫港式正常化呢 就是說跟美式的色差要拉近 就是說其實暗示的潛台詞就告訴你 我任由那個港匯脾藥 去到藥方保證 金管局就在那裡來去捍衛聯繫匯率 而與此同時就會導致銀行被迫它一定要加息 就是說其實政府或者金管局 基本上就是希望銀行盡快去進行加息 但是銀行就不做這件事 所以現在就任由市場要逼銀行加息 我想到了那個階段 資金流走的情況會嚴重很多 諾結源會回落 這樣的時間港式就要加了 而加的速度是要正常化 所以可能並不是四分一四分一這樣加 而是因應市場的hyper的情況 而出現一個急速的加息 這些因素我覺得 都會有機會短期對市場來計 會起到很大的衝擊 那三年份的市場仍然會有很大的波動和震盪 大家要小心為上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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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